露营的情侣突然遭到不明生物袭击 神秘的图腾 惊悚的咆哮 陷入仇恨与恐惧之中的人该如何获得救赎 大家好 我是柯达电影 欢迎收看本期走进未知系列节目之 大脚怪的森林 上集 在一个闲暇的周末 小强带着女友来到远离城市喧嚣的地方露营 为了避开人群 她还特意挑了一条人烟稀少的小路 森林里的那些未经雕琢的风景让人无法自拔 小强也趁机掏出了戒指向女友求婚 在这一刻 沉醉在幸福里的两人似乎比山水更加迷人 天黑以后 小强和女友搭起了帐篷 为了安全起见 小强还在帐篷周围拉起了一道带有铃铛的绳索 只要有野兽接近 铃铛就会发出声响 半夜时分 女友听到外面传来一阵奇怪的敲击声 但是睡眼朦胧的两人并没有在意 可是没过多久 就连铃铛也开始发出声响 这让小强不得不爬出帐篷前去查看 夜幕之中 小强发现绳索已经被拉断 更诡异的是 在更远的地方不断地有敲击声传来 小强寻着声音的方向走去 惊讶地发现了一堆叠在一起的石块 这明显不同寻常的一幕让小强提高了警惕 继续在附近探寻 就在这时 帐篷的方向突然传来一声尖叫 小强连忙跑回帐篷 可是女友却失去了松影 只剩下悲痛欲绝的小强哭晕在当场 从此以后 小强因为自责和内疚患上了精神疾病 在医生漫长的治疗之下 小强被迫承认女友是被一头熊所袭击 但始终没有找到的尸体和事发当天堆叠在一起的石块 让小强坚信 事情另有已情 出院的小强拿出相机 看着当年和女友一起游玩时的照片陷入了回忆 突然之间 他在一张照片的背景里 发现了一个模糊的人影 这让小强想要查明真相的想法越发强烈 他立刻拿出装备 前往了当年发生意外的森林 他需要答案来给自己余生一个交代 走了没多久 小强就发现了一个疑似脚印的巨大坑洞 这让小强再次提高了警惕 可是附近的森林一片安静 丝毫没有异样 走累了的小强坐下来休息 可是在树林的后方似乎有一道锐利的目光正在注视着他 看着他一阵背景发凉 甚至当他在河边取水的时候 一道模糊的身影在背后一闪而过 他的背包也消失不见 这让小强更加肯定 这里有着某种不为人知的神秘生物 天黑之时疲惫的小强回到车上休息 什么事都没有发生 可是就在清晨来临的时候 在浓雾弥漫中小强的车子突然遭到了不明人形生物的奇迹 这头怪物力大无穷 车窗被石块砸碎 就连车门也被粗暴的撕裂 惊慌的小强朝着车外胡乱的开墙 巨大的声响吓跑了猎物 也吸引来了一个刚好在附近狩猎的老人 老猎人热情的邀请小强到他的营地休息 小强也借此机会探听到了一些有用的情报 包括那些怪异的敲击声和堆叠的石块 老猎人说他也是为了这头神秘生物而来 只是一直没有勇气走进树林的深处 然后老猎人带着小强看到了 切努客人几百年前留下的图腾 在传说中这是一道天然的界限 能够把那些神秘生物阻挡在树林里 可是就在他们返回营地的时候 却发现这里已经遭到了破坏 远处还传来一阵圣人的嚎叫 似乎那头怪物一直在暗中观察着他们 这是知道了他们意图之后的报复 小强朝着声音的方向狂奔而去 突然陷入了一片湿海之中 这里似乎是怪物的巢穴 他的背包也在这里 可是就在这时 附近的树上突然投来一块巨石 老猎人的一条腿被当场砸断 似乎那头怪物就在附近 小强只能拖着老猎人拼命地逃窜 可是老猎人的伤势太重 小强只能再次返回怪物的巢穴 取回背包 才能进行治疗 枯朔迷离的真相就在眼前 可是敌人却如此强大 被仇恨蒙蔽了双眼的人 该如何战胜恐惧 在传说中的怪物面前 弱小的人类又该如何自保 敬请收看 《走进未知》系列节目之 《大脚怪的森林》下集